英彩儿模仿大S和陈小春眼生活偶像剧,最后一秒,圆形毕露,笑发王游娃树悠悠悬云,说到英彩儿和大S,性格上绝对不是一个级别,大S给人的感觉就是偶像剧里的女主,和王小菲相处,也是各种的小女生母一样。 就算是做了两个孩子,的母亲和王小菲相处交也毫无违和感,有人会觉得大S很做,但是王小菲就是喜欢老婆这个形象,每每在网上也是和网友互对。 对老婆各种力挺,英彩儿的性格就是大胆咧咧,那种女生,她和陈小春也是恩爱了让人羡慕。 总体来说,大S和王小菲,英彩儿和陈小春都是娱乐圈,让人羡慕恩爱夫妻,但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却完全不同。 总体大S和王小菲生活中都像在演偶像剧,近日网上就曝光一段小视频,小视频里英彩儿想学大S对和陈小春的相处做个改变。 于是当大S对着王小菲咋娇的时候,网友也觉得这样很符合她本身的性格,而英彩儿模仿大S口气跟陈小春咋娇的时候,陈小春却是马脸的嫌弃和不适应,于是网友也看见英彩儿终于在最后一秒爆发,一个字滚,也是被形容成搭行车祸现场。 而英彩儿也在最后一秒让网友笑翻,看到英彩儿模仿大S很失败,网友终于也想到不少演员的演戏是会因为外形和性格,在角色的选择上还是会有差异。 虽然有时候形容一个人的演技会是,演什么像什么,也不是很绝对,有人就算演技一技,棒,角色上带给观众的感觉也会很不适应,就如是下热播的如一转,四十多岁的周旋演十八岁的少女。 加上网友也的粗狂,很多观众都很不适应,可能他这角色让一直生掉感觉都起不来的大S也还没这么违和,英彩儿的外形大大咧咧,声音也没大S那么软弱,所以才会让观众在看到他模仿大S的时候各种爆笑,最后一秒才真正符合他的个性。 陈小春在戏里演过不止一次的蛊惑歹浪子,有人都说也只有英彩儿这样的性格才能收复他,想来大S可能真的镇不住陈小春这样的,要么怎么说夫妻也要讲九个般配呢? 看陈小春和王小飞面对老婆撒娇的反应,就能更加的感受到一个人口味的重要性,或者有时候夫妻相处久了性格,也会在不由自主中发生改变, 王小飞原本是地道的北方爷们,北方爷们一向给人的感觉就是耿直可操,王小飞不知道是不是受大S影响太大,如今的王小飞给人的感觉也很像江南的白脸书生,身上已经看不到太多操阴门的痕迹,但是对大S的爱却让很多人羡慕,包括公开维护大S。 甚至因为大S在节目中,让王小飞包虾也都吐槽,王小飞都觉得很可笑,直接说,她老公愿意给她包虾怎么了? 有句婚言里的名言,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,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,幸福家庭说的相似就是互相包容,互相理解。 相处方式上就算有细节上的不同,目的却都是相同的,那就是都让自己和对方都觉得幸福。 就如英彩儿和陈小春,他们虽然学不了大S和王小飞生活,终都能处处像样偶像剧,但是他们的幸福照样能让人感受得到,有关婚姻和幸福。 在失败的婚姻中,其实都绝对大的因素是感情出现问题,遇到第三者导致婚姻破裂的比例最高。 但是很多人却喜欢用性格不合来掩饰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,要是真正说的性格上的不合。 汪小飞和大S之间的性格差距应该是最大,包括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文化背景都有很大的差异,却没耽误他们成为一对神仙眷侣,陈小春不适意英才而得突然改变,想必也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习惯。 当初,要是陈小春找个像大S的,只要彼此能互相包容,没准也能变成汪小飞呢。